上市昨天民眾黨過去的戰友林冠年就蒐集了很多證據 他說至少有五個吹哨者給他的一些證據 包括還有錄音檔等等的東西都送交北檢了 要等待司法去釐清 上市沈慧紅跟林耕仁 他們其實在這邊的講法態度是滿一致的 沈慧紅說高鴻安涉嫌貪污 遇到事情就是切割就是謝澤 沒有資格來擔任新竹市長 那林耕仁說 光是一個立法委員的辦公室 都能夠搞出一堆問題 有什麼能力來治理城市呢 那本人高鴻安他是怎麼說的 他說司法還在偵辦 敵營就已經開始用定人餘罪的方式 完全忽視無罪推定原則 高鴻安有他自己的說法 不過主席我們想請教的是 其實離離扣扣好多東西 從剛才不管是朗東講到資策會論文的事件 到助理公基金等等的 還有前幾天被爆出來 辦公室還有涉及到一些性貧爭議 高鴻安的處理態度 可能會讓很多選民對於新政治打上一個問號 可是即便有這麼多的爭議 我們看看這個宣明志還是非常的相挺啦 他說就是因為有很多綠營的側翼喔 有拿業配喔 所以要認真工作 這是敬業的表現 宣董是用酸的這樣的方式 酸四叉貓啦 酸綠營的側翼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相挺高鴻安喔 所以是不是有這麼厲害的這個背後的靠山 高鴻安什麼都不用怕了 我覺得我比較不想說這個混戰的過程 因為明天就要投票了喔 但是我們來預測 如果高鴻安假設高鴻安當選喔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大 兩個很重大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台灣你選機不是要選那個比較優秀的 還是說比較 他品德比較好的 應該我們來選去是要選這樣嘛 我怎麼看 因為新竹有六個我不知道喔 但是這三個裡面看來看去 國民黨這個跟民進黨這個都還不錯 比較贅牌啦 你說像他的那個 玩的那個 那些奇奇怪怪的詐數 欺騙然後 那不是一兩個案子耶 到現在已經快十個案子了 每天都會出問題 對 層層層層層啦 這樣的怎麼變成市長 這是第一個 台灣走倒退 民主的路會怕倒退 我覺得我的心情應該跟柯建民差不多 第二點喔 這個國民黨絕對 剛才我很驅義啦 聽到你說藍白會合 藍白會合也沒有什麼問題 很大的問題 這次如果新竹因為藍白會合 給高鴻安贏了 我告訴你國民黨才會開始幫忙 因為整個藍的就被那個 白的只要耍一些詐數 就把你全部吸走了嘛 是不是要三總統買檔啊 都沒有 都垮掉了 那這表示 我剛才講的那個五四二那個比例 那個二會吃掉這個四 五四二 五是民進黨嘛 是綠的 四是那個國民黨 二是白色力量 這表示他雖然只有兩百萬票 他可以吃掉你四百萬 這樣國民黨就消失去了 這很嚴重耶 消失就消失啊 你應該趕快在這個 趁這個舞台要捍衛國民黨 怎麼會主張藍白會的習慣 我們要符合台灣人民的需要 就在市場 我們要不要留在一陣子的尤其中 我們要趕快在這裡